BK125英文版 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的一些功能 这个是语言选择 俄文 中文 英文 这是报表 检测记录的 这个可以保存到U盘 U盘在这个位置 插入U盘可以保存到U盘 这是检测数据 这是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的一个值 这允许最大的 就是各个厂的允许最大的 那个进步平衡值 也可以是两克 也可以是三克 根据各家的情况 这个是检测萨轮的半径 230的半径115 180的半径94 这个是一个开机检验功能 这个长期就不用开 这是快速显示功能不用开 这个是一个弹屏开关 这是一个弹屏开关 这是进行高级设置的时候 这个是输入密码4个1 这些东西正常的话 都不需要动的 这个是调试箱导 手动调试调试箱导 按这里是密码4个1 然后按步骤进行调试 OK